水库为什么禁止垂钓连庸 究竟是连庸地位高 还是水库老板玩不起 相信有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会发现 我们平时钓鱼时 会看到许多水库都有禁止垂钓连庸的标识 可连庸既不是稀有物种 也不是国家保护动物 为什么水库的老板们都禁止钓友钓连庸呢 众所周知 连庸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家鱼 虽然常被人们统称为连庸 但事实上 连庸并不是同一种鱼类 连鱼通常被称作白连 就是这样一种普通的鱼类 在水域起到的作用还真不小 几乎在任何养殖水域 都离不开连庸的存在 连庸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千岛湖连续两年爆发了蓝藻现象 经调查发现 此次事件是由于千岛湖中的 连庸数量锐减导致的 所以相关部门决定在千岛湖中 投放六十万金连庸 连庸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千岛湖的水质 为治理蓝藻现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大量的蓝藻严重危害了太湖的生态环境 相关部门想到了鱼制水的方案 在将连庸投放进太湖中后 蓝藻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一定会有人好奇 连庸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 他们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奥秘 其实 连庸和其他鱼类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的腮线非常细小 无法稀释过小的食物 所以他们通常会以水中的藻类 浮游动物等作为食物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水的水质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蓝藻出现时 人们会第一个想到它的原因 禁止钓连庸的原因 可不止这一个 许多开放钓鱼的水库 都是以养殖连庸为主的 但水库中除了投放的鱼鸟 还会有许多野生的草鱼 细鱼等 开放钓鱼也只是为了在养殖之外 可以有一些额外收入 而且许多钓鱼爱好者都知道 连庸平时生活在中上层水域 同时它们还属于又傻又好钓的种类 只要方法得当 将鱼耳配置妥贴 连杆不是梦想 钓连庸容易连杆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连庸喜欢群聚生活 只要钓到一条连庸 这就说明周围还有很多它的家属 如果开放连庸垂掉 那水库的老板可能就会亏本了 所以一般水库都不会让钓友钓连庸 除去这两种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连庸本身的经济价值 连庸有着极强的成长速度 患病率低 乘于产量高 而且连庸肉质鲜嫩 营养价值高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更是让连庸的身价倍增 不仅一些水库不允许钓连庸 许多地方的相关部门 也禁止了这项活动 尽管连庸在我国并不罕见 但他们的产卵方式十分特别 只有在受到水流刺激时才会产卵 人工养殖的连庸 基本上是无法自行繁衍的 可以说是钓一条少一条 许多人看中了连庸的经济价值 从而大肆捕捞 甚至有电鱼网鱼的现象发生 而连庸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原生环境 繁殖能力就会大大减弱 因此数量也会随之减少 电鱼等行为对环境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为了保护连庸 同时维护自然环境 许多地方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 一旦发现有人私自捕捞连庸 就会进行罚款或拘留 连庸作为我国的四大家鱼 一直都是需求量较大的鱼种 据统计 我国在2018年 淡水养殖鱼的总产量为2959万吨 其中 连鱼占了385万吨 拥鱼占了309万吨 由此可见 虽然连庸本身并不是什么珍稀物种 但它的价值依旧超越了大多数淡水 钓鱼这种行为本身是为了让人们远离城市喧嚣 在冗杂的工作之余可以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所以我们也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定 该钓的鱼可以钓 不该钓的鱼就让它们自由地生活在水中 连庸本身对水域的治理能力这么强 是对自然还是对我们人类都没有一点好处 不要因为一己私欲就破坏自然核心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